Mentor这个代表 其实他并没有真的说是任何的实权 因为他其实并不出现在我们的党家里面 我要借这个机会 总统退休 吉祥同志对党对国家的贡献 所以我们得认吉祥同志 成为党的Mentor 行动党元老林吉祥 突然在党代表大会上宣布退休 令许多人错愕不已 可是幻音刚落不到半天 林吉祥又受委资政一职 继续在党内扮演指导的角色 这不是一定让人感觉呀 这原本的完美羡慕 似乎有点烂尾了 我也是有点意外 会说他们会用这个执政的方式来布局 直觉上就说你退而不行 或者说你是对一个闲事在不安心 其实应该不要把它完全回忌到完 完全裸退的话才叫裸退 这样的话作用会更好 这当然不算是烂尾 因为并不是他要求这个执政的头衔 他其实本来就是我们很多人的Mentor 现在行动党里面的这些中生代 很多都是受他的影响 那么也是很多都是跟在他身边学习 所以对于我们这些人来说 之前没有真的是教他师父 我们只是教他一生老大 今天我们只是把这个老大用另外一个更公表的字眼 就是用一个Mentor这样子的字眼 算是我们对他的一个肯定 也是我们对他的一个认同 就算我们直到也预料肯定会有一些酸言善语 冷言冷语 可是我觉得 身为行动党中委议员的张念群强调 这是党对于林吉祥多年来的贡献给予的肯定 他认为林吉祥寿委资政惹来部分人嘲讽 极大可能跟中文翻译有关 他说行动党的资政跟新加坡当初的实权资政是不一样的 因为在行动党的党章上是没有资政这个职贤的 所以没有实质权利 更别说拥有绝对的否定权了 今天其实有收到类似的一个要求 也就是希望说 是不是我们能够为mentor找一个更好的中文字眼 因为当我们用资政的时候 听起来确实是一个相当powerful的一个人物 可是事实上 中委会作为最高的决策单位 是不能够被一个人 就算他是林吉祥 或者说他是mentor 就能够亲密推翻 mentor这个代表 其实他并没有真的说是任何的实权 因为他其实并不出现在我们的党章里面 在一个不属于党章里面的一个职位 基本上他是没有所谓的实质的权利 没有这种绝对的否决权 来去推翻整个CEC的这个决定和这个讨论 收法评论员郑明烈表示 资政的影响大小 其实就取决于党的内部文化 不过他认为林吉祥喊退休不是说说而已 而是早就有迹可循 他在上一届大选的时候 他有讲是他的最后一届 另外情况就是说可能现在的局势 整个政区的转变 223政变走到今天这几届周选举 情况的不是很理想 可能林吉祥可能也发现自己 有点很难再力往横来 就是他巅峰 那巅峰时期有过 留下来的意义跟作用其实应该也不大 其实你看从他本来可以 在509成功拿下执政选以后 他选择退下来就没有去当官 他其实要扶持更多年轻新生代的 总的来说 两位受访者都认为 政坛经验丰富的林吉祥 在退休后继续指导后辈呢 并没有不妥 而张念群也强调 林吉祥除了是党内的老大 更像是一名父亲般的存在 所以呢遇到难题的时候 向父母讨教是合情合理的 但是这并不代表领导层 缺乏信心和独立心 我觉得说还要退少一点发言 少一点东西 可能内部的指导 而不需要再去抢外部的光阀 如果假设你说新世代新能界这个班底 林冠宁跟陆罩胡这个班底 如果对很多应对科技危机的处理 本身还不尽人意的话 那这种情况之下 那是不是可能要临系这样出来作证 年轻世代叶强 年老的那些东西 就可以高手 就慢慢退下来 我觉得老大今天他做出这个退休的这个决定 这已经表示他来自大选的时候不会上阵 他不会再去寻求去继续成为国会议员 那么他今天也已经退出了整个中委会 就表示他其实已经相信我们这些后期之秀 是能够扛起这个行动党的大旗 那么我们也想到我们不会辜负 有关林吉祥退休 以及火箭领袖委任他为资政这件事 大家有什么看法吗 真的是字眼翻译上的问题吗 那么对于PartyMandor的中文翻译 大家又有什么建议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 也别忘了like跟share这一则影片 如果想知道更多行动党大会的新闻 要记得浏览我们的圣热点网站 感谢观看